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流的诗诗 实用的课程 全新的培训方式 最佳的学习平台 精心 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一流的诗诗 实用的课程 全新的培训方式 最佳的学习平台 精心传授管理经验 全面提升管理技能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全新的 辰曼文化 我们首先来分一下人为什么不能管 因为管人有三种很可怕的祸害 三大祸害的第一种是什么 爱管人的人 只要你爱管人的人 你经常会被你所管的人活活气死 这是很不值得的 我们跟老外不一样 老外啊 你一跟他讲权力义务的时候 他会注意听 而且他会跟你讨论 甚至于他会提出他的意见 叫做argue 他会跟你argue 你这个我不能接受 你这个太过分了 他可以讨价还价 中国人不会 因为中国人知道我要求职的时候 我跟你讨价还价 我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一句话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就低头了 你说你要早上十点钟就来 他心里想我怎么可能呢 他还想这个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啊 哥哥哥哥哥哥哥 那你整天不能睡午觉了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那你晚上十点钟 一定一定 他什么都解释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找不到工作 你回去就挨家人的绩效 没有人同情你 只有笑你 所以为了讨一口饭吃 我们什么条件都接受 但是心里头非常不宜为人 那怎么办 当我没有饭吃的时候 我就忍路 我就忍耐 但是我还是不甘愿 所以我就会怎么样 我就会想尽办法 把那个刁难我的人 把那个虐待我的人 把那个要求我的人 活活把他气死 中文拿手好戏就这样 对不对 我四点钟来 我就开始再打开睡 然后你没有来 我就睡着了 你来 我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你走了 我又打开睡 要不然怎么办 我问你 因为我要活嘛 我想我把这个整个的形容出来 你知道 必然是如此的 谁造成的 是你造成的 要求的人造成的 不是他不好 我们长期的方向搞错 我们长期的方向搞错 我们都认为那个人 你看阳奉阴违 拖拖拉拉 口是心非 坏习惯一大堆错了 是你无理的要求 过分的要求 你没有射身处地 站在他的立场想起来 你看你就会在盲目要求 他的不对 不是他 管人的人不对 不是被管的人不对 你什么时候把这方向搞过来 你就很清楚 中国人很少当面跟你吵架 很少 很少当面跟你申诉 很少 我们从小有一个习惯 就是听妈妈的话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因为爸爸多半脾气比较坏 你不听妈妈的话你就死定了 因为唯一可以救你的就是妈妈 你再不听她的话还得了 我觉得中文他是很会想的民族 他知道怎么样去 谋的一条深路 我们是很聪明的 那妈妈告诉你 你去上班要听老板的话 不要惹老板生气 这样子对的 所以我们去我们就养成习惯 有意见不说 明明坐不下来 我们会养成这样的 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但是我们内心是很坚强的 中国人个性是很刚的 我们表面很柔 但是内心很干强 你想你干嘛 你想整我是不是 那我哪里没有办法 我就开始什么 嘴中恋恋有词 诅咒他早点死掉 中文最会这一套 果然他就死掉了 我们就知道 这是挺好路子 不用暴力 我们不用暴力 西方都用暴力 fighting 抗争 我们不用 我们就说 口中恋恋有词 就生效了 被人家活活气死 是很不值得 但是是自作自生 自作自生 我今天讲一句不保留的话 中国人大部分是被气死的 不是什么癌症死的 不要耐给癌症 只是你登护文的时候 不能这样登 某某在某某哪一天 被活活气死 都难看 所以只好说癌症死掉 癌症是很冤枉的 老师你平常 没有人气你 你会得癌症 我就不相信 没有人气你 你根本不会得癌症 什么肺癌 肛癌 都是这一套 第二个祸害是什么 把人纳入管理 他就会形成一种 叫做公事公办 这个公事公办 是很麻烦的 很多人不了解 什么叫公事公办 很多人很喜欢公事公办 其实不对 所谓公事公办 真正的意思就是 他不动脑筋 他往一切照规定 一切照规定 他不动脑筋 谁倒霉 公事一定倒霉 他一定倒霉 因为规定是死的 而状况是变动的 是活的 你带不住人心 因为他心不像你 他心是像事 凡是公事公办 他心中只有事 没有你 没有人在 对不对 这个太简单了 我住过各式各样的饭店 对不对 五星级 那个设备 那个风景 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 但是他会在你 中午休息的时间 来敲门 服务员 服务员 对不对 那你赶快 因为你在船上 出来 披个衣服出来 有什么事 先生 要不要洗衣服 要不要洗衣服 我要洗衣服 我会找你 你急什么 你要找我 也不能在午休时间找我 他就是公事公办 我管你是谁 很客气 敲门 先生 服务员 然后一打开 因为衣服要洗 他通通对 只是你快起死了 公事公办 不动脑筋 我看得太多 看得太多 我们今天的服务水平 为什么那么低 就是公事公办 就是公事公办 完全不替客人想 完全不替他想 因为所有的典章制度里面 他都是死的 他都是死的 对不对 然后一问三不知 比如说我们住到饭店里面 就问他 这附近有没有中国银行 不知道 邮寄在那里 不知道 那你付什么物 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说我怎么不能这样 你在饭店 你就应该会料到 客人一定会问你 他说问我 我不知道又怎么样 然后他有很坚强的理由 我又不是北京人 我是外地来的 你就要不要说他没有心 他根本没有心 然后一个服务人员 来到这里 他要把所有环境都搞清楚 这才是服务 这才叫服务 因为你一定要到 客人他有这个需要 你一定要什么都知道 你才是服务 那什么都不知道 你算什么服务呢 只是嘴巴服务 现在我们只是嘴巴服务 诚心热烈欢迎大家到来 有任何事情 请不要客气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这个公事公办 这完全是公事公办 为什么他要公事公办 因为你代不了他的心 你代不了他的心 你代不了他的心 你代住他的人 你只能代住他的人 他就变机器 他就变工具 而工具是没有变化的 工具没有变化 是不是 你把电脑摆在那里 他就摆在那里 你到处找 他不会跟你讲 我在这里 他不会 他也不会跟你走 他不会 人是活的 人就应该动脑筋 人动什么脑筋 应该怎么样 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机器不可能 机器你摆这样 他就这样 摆那样才是这样 他只是没有抵抗 他只是顺从你 但是有什么用 只有人才会配合 人一看到你在找东西 他就问你找什么 机器不会啊 机器你在怎么找东西 他都好像没有事一样 人绝对比机器灵活 人绝对比机器可爱 所以现在有很多叫做无人化工厂 通通机器 一个人也没有 我就跟老板讲 我说你干嘛 搞成无人化工厂 他说这有什么不好 我说当然不好 这样你当老板 有什么意思 你最好请几个人来骂 你才像老板啊 你哪天去骂机器 剃机器 你会受伤啊 所以很多观念 我是觉得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无人化工厂 是有那回事 不是没有 我一见过 那干嘛呢 我不想那干嘛 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在走动 他就没有灵性 他就死气沉沉 那对中国来讲是非常不好的 任何地方只要缺少人气 迟早都是不好的 我们如果要带心的话 你就不能把他纳入管理 你就不能 一管理他就公事公办 他就没有弹性 他就没有责任 他有什么责任 听话的人是完全没有责任 他有什么责任 再看第三个祸害 大家就会维持一个很可怕的 叫做不被开除的水平 你去看好了 凡是新进人员都是很有朝气的 我们不要说啦 我们说任何人早上起来 你是什么决心 就决心今天上班要好好工作 我请问你 有没有哪个人早上起来 就说 今天要去弃老板 要去赶走顾客 要把事情搞一三张 没有这种人 哪一种人 对不对 一天起来 洗一年之后都下决心 今天要好好做事情 这才是人嘛 当时一到公司就不想做 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什么都不做 一个新进的人员都是 我是胜利军 我要为这家公司 带来很好的朝气 我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有意见一定说 都是这样 然后慢慢来 有意见不说啦 然后跟人家慢慢不协调啦 然后自己慢慢懒惰下来 就保持一个 只要不会被开除 我什么都不怕 为什么人是越来越懒惰 越来越没有志气 越来越不想做事 这什么道理 就是人力资源管理所带来的祸害 默契沉沉 缺乏竞争力 我们一天到晚要竞争力 然后把它当作资源来管理 它怎么有竞争力 如果你机器有没有真正力 有没有 看人啊 不是看机器啊 你看很多公司 非常好的机器买来 第一个不会用 第二个把它用坏了 第三个把它用错了 最后这个机器有什么用 我看了很多公司买非常现金的机器 就发生不出那个效果来 就是人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很精密的 你把它用坏了 很快的 你把它调慢了 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我们很多机器是放在那里放坏的 不是用坏的 从买来就没有用过 然后人员一批一批的流动 游到最后说 这是什么 连接着什么都不认识 然后最后烂掉 故障 不能用 为什么它没有心 它根本没有心 我们来听听中国人常讲的话 中国人常讲什么话 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凭什么管我 你凭什么管我吧 对不对 我们一开口 你说你凭什么管我吧 第二句话是什么 谁要你管啊 你管谁啊 你干嘛管我呢 你要管他 你管我干什么呢 这是我们常讲的话 那更直率就是不要你管 我还很少听中国人说 赶快来管我 谁来管你 我还没听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会讲什么话 就是他心里有什么需求 你很快就知道了 他一讲话你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不要你管 你管什么嘛你管 还有一句话更妙的 全世界听不到的 凭他那种德性也想来管我啊 管你跟德性什么关系 你翻篇所有美国的书没有人讲德性 主管该不该管你 主管该不该管你 什么德性不德性 他做人好一点 我还接受他的管 做人这么差 还敢来管我 这种话在中国人是言之成理 顺理成当 可见我们还是很重视品德修养 你做人做得差不多 我会听你的话 你的品德修养好 有时候你做错事情 我还跟你配合 这是西方人所无法了解的 那你再听中文讲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怎么不理我 来了半天都没有人理 这算什么 你发现中文 你不理他他很气 你管他他更气 你把这句话抓住就好了 你怎么不理我 你干嘛管我 你凭什么管我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把这两句话好好比较一下 中文只能理 不能管 不能管 你要去体会 外国面子是什么 他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你看 管人的人是很吃亏 可是理人的人 你就很占便宜 那我问你什么叫做理 什么叫理 理就是看得起 就是我讲过的那句话 你看得起人家 人家就看得起你 叫做近人的人恒近之 这很多人想理理理 他搞不清是什么叫做理 理就是看得起 管就是看不起 对不对 我要管你 就是表示我比你大 你要听我的 那你就没有面子 你赚再多钱也没有面子 中国人是 我看得起你 你看中国人最喜欢听的就是说 我支持你 你放手去做 这句话谁讲的 谁讲的 毛主席讲的 你办事 我放心 他是很懂得中国人的民主性 我放心 你做事 你办事 我放心 如果说我管你 你要听我的话讲 那他就这样 随便你摆布 他就不动脑筋 你办事 我放心 你就谈 就赶快去想 怎么说 人家才会放心 这样子完全不同 离就是看得起 给他面子 尊重他 然后以前叫做什么 叫做近 近人者 人恒近之 我问你 你的部署 看得起你 你就会照顾他 你的部署看不起你 你就公事公班 是不是这样 你的上司 看得起你 你就多动脑筋 把事情做得更好 你的上司看不起你 你就混 很简单 问到不被开除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 很振奋 很努力 我问他你干嘛这么努力 你不过领寄几个钱 你干嘛这么努力 他说不行 我们老板看得起我 给我很大的面子 我只好争气 做给他看 就忍了 有人就是在那里 坐也不想坐 站也不想撞 他什么都不想坐 我问他你这样干嘛 联系轻轻就这样 他说我们老板根本看不起我 我再表现也没用 那我落得这样神殿力气 中文很奇怪 你看他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你去试好了 你看他是误 他就是误 你看他什么 他就什么 这个外国人比较少这样 外国人你看我怎么 那是你的事 中文很厉害哦 你看我不成亲 我就不成亲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中文有这么一个问题在 我这里讲一句话 人对人是一面镜子 就是那个镜子 你哪天对着镜子看 你举这一手 他就举手 你放下来 他就放下来 你笑 他就跟你笑 你骂他 他也骂你 那标准中国人 你看你到人家家里面去 对不对 这是主人 在家里面 这是你 然后就敲门 没有反应 你大声叫 有人在家 他把门一打开 你干嘛 他声音跟你一样大 下次你换个了 有人在家 他开门说 有什么事情 他一定用你的声音 回复你 要人家怎么样对你 你就应该这样对他 这是我们老祖宗 讲得非常清楚的事情 你要不要 你的员工尊敬你 要 你就要看得起他 我再讲严重一点 你要你的员工 对客户好 你就要对你的员工好 只要你对你的员工不好 你的员工不会对你的客户好 不可能 很多人不了解 老骂他的员工 你对客户就这样 他下次也碰到客户 自作自受 完全自作自受 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员工 你的员工就会把你这一套 投射到顾客身上去 你要你的员工 对顾客讲话客气 你就要对你的员工 讲话客气 这是中国人 很明显的一个个性 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真诚创造成功 时代光华 理人其实还是不够 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走到这条路 这是最高境界 叫做安人 安 是随遇而安 随时随地都要安 它是不能分的 整体的安 而不是个人的安 我们是整体的安 时时刻刻都要安 随时随地都安 一时不安就不行 你看所有事情都是从不安来 这是很大的学问 西方人到现在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安 他们有这种安的概念 他们有 你看我们用通俗的话 就是把人安顿好 当老板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把人安顿好 人一安顿好 他就没事了 人没有安顿好 你有天大的本事 你试试看 对不对 你用错人了 你不带他的心 让他情绪化 让他自己在那里摇摆不定 那你什么套都没有用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要求那么高 我们先从管人把它去掉 不要再讲人力资源管理 我们把它变成理人 就是人员发展 人员发展 就是把所有的潜力 都靠你看的其他 把它开发出来 好像中国人很简单 只要你看的其他 他就拼命去做 你看不起他 他完全就这样 那你把我怎么样 你既然看不起我 我干嘛拼命 我没有需要 所以中国人很会用人 这件事情 别人是做不了的 所以我不敢别人做 但是你又那么忙 我是在不好意思让你做 他就说不会啊 你看他就说不会了 就把你激起来 两三句话就激起来 就是不会讲话 现在不会讲话 所以没有办法带动人家的心 西方人没有这种反应 没有 好 我们把管人提升到理人 就要靠大家观念上的改变 你观念一改变 你的做法就不一样 人性尊严 要靠我们来提升 只要人性没有尊严 这个人就没有精神 人没有精神 只要人没有精神 他就没有灵性 然后他就慢慢的像动物一样 你打他一下 他就动一下 他自己没有办法主动配合你 中国人是不能管的 这就我希望大家要好好记住 你看以前啊 我们皇帝再了不起 没有说他管老百姓 都没有 我们今天也没有人跟人讲 他是管人民的 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慢慢起床 为什么为人民服务 有没有哪个政府想 我管人民 大概没有 我为人民服务 就是我看得起老百姓 我不是高高在上 我不是要管你 我管你 这个管跟理 是有很大的区别 管就是看不起你 你要听我的 你呢 我替你服务 你需要什么 你说 但是不能讲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今天老是讲你有什么要求 那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说 你有什么需要 他听得进去 你有什么要求 他心里想 我还要求你 为什么还要求 我们今天完全讲错话 这非常糟糕的事情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他会讲 请问你有什么要求 他绝对不会讲 他心里想 我还来要求你 那我算什么 不相信你回去 你问我你爸爸 爸爸 你有什么要求 你看看他脸色怎么样 要求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就开始问我要求 我要求一栋房子 有本事给我买来 还好意思 你至少没趣 我们今天开口沟通 闭口沟通 其实对你很不利 随便跟你沟通 你看我们每次讲英文 翻成中文 都是对你很不利 你看你开车 经过那个收费站 他收你五块钱 还说谢谢合作 你火大的很了 谁跟你合作 你最好不要收了 合作 然后我五块钱 我还跟你合作 所以每次我听到那种 用中国话讲洋人的话 你去看那个反应 都是火大的很 为什么我们社会一片火气 就是大家都在用中文发音 但是都在讲英文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外国人听得很自然 中文听 谢谢合作 他就火大了 跟你合作 对不对 中国人只能讲谢谢 对不对 你还讲合作 谢谢 好走 最喜欢讲一句好走 合作 合作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好好从这些西方去检讨 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都改过来 因为我到处都在讲这件事情 中国人很多观念 是根深蒂固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比较有智慧 我们比较有智慧 中国人是不能等的 他也不会等 西方人是会等 他等觉得很自然 中国人等 等到最后就是死 谁不知道 你还有时间可以等 你看香港人讲话就很吃亏 对不对 你每次坐在 这个飞机上 谢谢各位的留意 留意 谁要跟你留意 这个留意就是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你不会讲就把它变成留意 什么留意 所以我觉得 他没有了解这个中外东西 他有很多那种脑袋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 他没有抓出来 那你讲话根本没有人要听 谁听你 我们现在观念 混乱 很多态度会扭曲掉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这句话跟这句话是连贯在一起 全世界的人 中国人的人性专业 自古以来是最高的 最高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 有中国人这么高的尊严 没有 你到美国去进旅馆 没有人理你 你自己去柜台办check in 办完你自己拿心理 你上去 你自己开门 你要什么你自理 所以你不要以为 美国是管你 美国是管你怎么样 就是你付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事 尤其汽车旅馆 汽车刚到那里 缴完钱 给你个钥匙 没有人理你 然后你自己去找位置 然后找停车位 然后自己开门 进去 一切都是你自己管 谁管你 对不对 那中国人就聪明了 中国人既然没有人理我 那我就不理你嘛 所以我就躲在外面 看到老美 出来 他们出来经常不会关门 我就进去 一毛钱也不要花 那你气死活该 谁叫你制度这么松山 所以我们很多不了解状况 老师很盲目说 美国都好都好 什么好 美国你要他服务可以 付费太高 你根本付不起 你付不起 那就没有人理你 它是非常现实的一个 好 我们这里有几句话 这是所有人 整个社会都要注意的 你可以有钱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受人家限制 我现在看到 有很多人在讨论 说中国人 看不顺眼 人家有钱 我一百个不相信 有钱是你家的事 你有钱就有钱 用英文讲叫做 说话 又怎么样 但是你不能招他人 有钱是你家的事 你没有权利招他人 现在不是 有钱人 那你算什么 你没有人格 不能够看不起人 因为钱并不代表什么 更不能够不把人当人 有钱的人是你家的事 别人是人 还是有他的人格 不能因为你有钱 你就看不起他 你就招他他 你就给他难看 你就不把他当人 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说 把人力资源管理 要改成人员发展的原因 就说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